这个范例,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太陌生,就文字方块 在空字项里面,只是说你如何利用自己写程式的方式加入一些讯息 第一个的话,我们怎么去,这基本的一些设定 包含就是跟刚刚类似,它的TestField 里面,它可以,比如说这个地方有Field 它有一个可以容许的宽度 还有预设的文字,还有它等于它这个Shrintex 它里面的预设文字,并且可以容纳几个字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去做设定 另外相关的一些设定,我们直接来看这个范例好了 比如说这个范例里面,比较多 就是第一个,我们在第一个Field里面输入文字 但是不能够编辑,不能编辑 这有点类似Able等于False的意思 那这个可以编辑,那这个把它改成什么? Password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跟前面的宣告方式类似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产生TestField 这一个TXF1,2,3,这三个 那上面的文字就直接预设给它 当然如果说你预设不给文字,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你就这个地方,不要给它文字 就是不要传这个title的参数 给它这样子里面就是空的 或者甚至这个地方给它一个空字串也可以 再来的话,我进来这个地方 Size 然后版面配置把它改成No 我就是自己来排版 另外在大小的部分 分别给它40,70,100 往下就对了 那分别呢,这地方 第一个,如果让 如何让这个不可以编辑 所以这边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Set Etipl Etipl,这个地方把它改成什么呢? False 就是不能够编辑 第一个 再来的话呢,我如果希望 把这个什么呢?Password 就是说呢 第三个我希望显示出来的不要是文字 就是用使用者输入的时候呢 用什么呢? 用星星的符号输出的话 那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用一个方法 用一个属性 叫SetEchoChar 就是说 输出的话呢 就是 会变成是Star的符号 那最后把它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 当然,最后 我们也做一个测试 就是输出 输出里面 有一个叫GetTest 就是说 我怎么知道呢? 在文字方块里面 输出 到底使用者 它填哪些讯息 那我们也要用这个 PrintLine的方式把它输出 那最后结果 我一起来看一下 像这个地方 第一个就不能编辑 这个地方你要编辑 没办法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把它直接 可以输入 那这个地方 如果输入的话 它就变成这样的形状 好 那这个是TestField的一个使用方式 画面画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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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